我覺得 習近平到了巨型餐之前 他實際上 在國內 就已經接見過比爾蓋茲 接見過加州州長紐森 所以基調已經出來了 而且他本來希望 商會聚餐是第一場 然後 那個習拜會是晚上 那美國堅持習拜會要在下午 要在餐會之前 那你就知道 誰想要定位這次會面什麼是主軸 中方就是認為說 我其實對聯邦政府並不期待 可是我對州政府 對市長 對企業民間 青年的交流 我懷有非常重的期待 你可以看到他那個商會的演講 我覺得那篇是非常用力的演講 那個稿子已經是寫過多次了 因為 我寫過這種稿子我知道 他就是匯聚了 就是美中過去成功的經驗 然後用這個方式表達出來 除了我們雖然制度不同 可是歷史證明 不同制度的人民可以交往得很好 這個句話其實對企業界是很有說服力 然後包括二戰 我們一起對抗日本法西斯 那包括這個 尼克森來之後 然後堆疊出建交 然後之後 兩國的經濟合作 然後還講了一句說 全球融入下中國與美國 各自的發展 其實是各自的機遇 你要他講話用詞 那個演講是 我認為是相當經典 算是歷史性的演講 就是要重述就是說 其實中美人民是可以交往的 你覺得他那一番話 從美國企業或者美國民眾的角度 如果他們願意聽的話 是有說服力的嗎 我跟你講 所以為什麼會有人從那個紐約州長的 訪問 就北京 那習近平破格接見 加州 加州加州 然後從那邊聯想到 乒乓外交 然後聯想到小球轉動大球 尼克森1972年訪問中國 1979就建交 那日本1975就跑去建交 所以我覺得賴老師剛才講的是那種 你不要低估這種領導人會面氛圍的改變 氛圍的改變 你要看你加了什麼力量進來 你可以看到美國要的就是 軍事溝通機制 美國最希望的是這個 所以美國是希望什麼 美國就是希望避戰 而且我認為美國心裡已經 下了一條紅線 這個我們未來要觀察 就美國大概認為 第一島鏈如果真的 發生戰爭 那美國被捲入 他的勝算不高 那我這邊就要問了 因為現在大陸的官方 其實是從上而下的 口徑一致的強調說 美國必須採取行動 不支持台灣獨立 那個採取行動就是停止武裝台灣 這件事情真的會產生改變嗎 所以我就跟你講 因為白宮在這件事情上面 是沒有回應的 我當然不能回應 因為現在在醞釀它的內容 所以我才說這次的氛圍是這種東西 就是美國要避戰 那中方就告訴你 就是賴老師剛剛講的 你來硬的我就都反制 我也不怕你 科技一樣貿易一樣 這個軍事也是一樣 那你跟我硬碰硬你也不一定會贏 因為科技華為就是個例子嘛 那電動車也是例子 那你真的要打台灣你不一定會贏啊 我認為美國也不認為他不會贏 所以這個會一種思維會逐漸出現 就是說本來在此之前啊 因為最近林中斌老師有一個觀察蠻有意思的 他說從2017年到今年的6月啊 那美國前後有6位軍事的前後的高高官啊 說2027要會武統啊 或者是2035啊 那從今年6月到現在 沒有這個聲音 一個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而且美國四大媒體的重要的作者啊 其中包括葛萊毅喔 Borning Glaser Borning Glaser事實際上就代表Campbell嘛 沒錯 而且Campbell才從印太這個事務主任 轉向為副國務卿 轉向到副國務卿 整個調子都是說不會發生攻台的事情 剛剛這個正亮說的是林中斌老師 對 他的觀察 他其實在觀察美國的時候是非常深刻的 對 那這個就是一個氛圍 我認為這個觀察就是什麼 就是 美國也在try啦 然後他發現 其實如果台海真的發生衝突 美國被捲入 後果會更慘 所以現在開始修正 本來的想法是 有一些鷹派認為說 搭 來耗損中國的國力嘛 本來有這種說法對不對 真的真的 而且一度曾經 幾乎要變主流了 對 然後 反正去耗損你嘛 那我美國會從中獲利 至少得到10年的發展領先這樣 可是後來他發現不是這樣 他發現他會被捲入 那捲入如果失敗 他整個 亞洲的威信 會崩潰 對 所以他現在才會釋放出這樣的一個調子 就是 不要發生軍事衝突 所以兩邊用 強硬的對抗姿態 僵持了一陣子之後 今年6月開始 出現了變化 我跟你講和平都是這樣來的 沒有較量過不會有真的和平 比如說瑞典福利國家是怎麼來的 勞資大鬥爭嘛 鬥資完知道雙方都不會贏嘛 福利國家就誕生了嘛 這個也一樣嘛 就是你來搞我嘛 我反制你嘛 你看 習近平跟 岸田在談什麼 最後只有一點 大家有共識 對出口管制來形成對話機制好不好 其他問題都沒有談喔 對 因為核污水這個就是對抗的議題嘛 對啊 有什麼好談的 出口管制就是大家槓上 你制裁我半導體化學的產品 我制裁你加根者啦 石墨啦 稀土啦 痛了啦 所以大家就來談吧 那台海問題也是一樣 就是拜登怕了 拜登怕真的發生戰爭 美國被捲入 萬一輸了怎麼辦 萬一輸了你整個第一島鏈的威信怎麼辦 所以他就要去想 和平相處之道啦 可是這個 會發展出 怎樣的對台政策我們現在不知道 只是說這個思維開始出現 你覺得真的會改變他們的對台政策 一定會啦 而且你看中國大陸抓得多準 他直接抓了就是 那你就不要武裝台灣 其實我不覺得說 他們是隨隨便便提出這一句話的 一定是私底下已經在 不斷的較量 然後發現有鬆動的機會 我跟你講 中國大陸本來是希望 美國直接說出反對態度 那他不願意嘛 因為金融時報就揭露了嘛 所以中國大陸就說 不然你不支持台獨 你要落實為 不能武裝台灣 因為你只要讓台灣備戰 那兩岸最後 爆發戰爭的機率就越來越高嘛 那你美國就會被捲入嘛 那你要這個結果嘛 我認為這個他們應該談過了 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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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